MING επ Oib 我是應該為爸媽 為弟弟妹 擔負其更多責任 你們就當我是石頭鳳凛 蹦出來了 爸是工人 每月正五六十 或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关子片涅槃成圣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哪不记着呢 那小时候爸老说 光人 光义 光礼 光智光信嘛 连起来呀就是孔子的人以礼之信 这是儒家思想的和 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 哥 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 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 到处都是丝搭乱箭的破土匹房 人以礼之信的全部见了 那人以礼之信为啥不见 哥 你说的这些苦恼子 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 那都是精神层面 可是光字片老百姓现在 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的 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 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 得有点滋味吧 这市现在这光字片老百姓 这乱盖 乱建 不建能行吗 土匹房 冬天不扛雪 夏天不扛雨 那孩子一个个生 你说那孩子长大了 那一起婚又得生孩子 你不见住哪儿啊 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 对 是 国家很大 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 得给政府时间 是 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 得讲礼 讲德 服从忍让 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 凭啥呀 这有礼不在身高吗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 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 他只看事做得好不好 以前的东北啊 在全国最前头 罢从山东来东北安家 吉春式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 这个第二故乡 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 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 要是他现在还活着 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 还像个窗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 就算我当了省长 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 他都不会高兴 他会更生气 觉得我给咱老州就丢人了 咱爸没文化 那是名势力 东梅他爸有文化更名是名 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 但都是要强的人 都不干人厚 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 永远落在最后头 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 我就是想看看 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 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 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然后呢 灭了他 到家了 到家了 快走 进屋 进屋 赶紧 哥 品贯这是咋的啊 我俩喝了点酒 喝多了 真没出息 你慢点 你忘了不是 躺点 快点 往里躺 听话 来 往里躺 躺点 快点 品贯 再往里 往里一躺一点 有时候真羡慕品贯 这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 一家人 亲亲热热的 哥 问你点事吧 你说 你当这么大的官 秉坤那时候 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 是你对我有意见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吧 就想问你 你 这么说吧 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 我死他活 他是我亲弟弟 感情在那儿的 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 不帮他 是因为我说了不算 我是当官的 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 天皇老子 还有老百姓挂着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你怨我了啊 嗯 我走了 你也早些啊 哥 你等会儿 我给你拿个手电筒 给 路上慢着点 走吧 走 谁呀 走 走 我跟他走 老师 老师 走 走 走 在光字片儿 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让人抢了 手机 钱包 雨靴 那你报案了吗 算了 什么就算了 这是抢劫 怎么能不报案呢 丢人 被人抢了还丢人了 不是我丢人 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来 来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 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 半夜离家出走 妈也不找 知道我总有地方去 那时候睡觉不查门 孩子困了累了 只管推门进去 挤炕上就睡 谁家大人要是有事 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 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 左邻又舍得送 现在可好 公然抢劫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如果你不报案 坏人就得不到惩罚 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留助纣为虐吗 什么坏人哪 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 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 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 回头啊 我叫人私下里找找 要是能找到啊 我粉 狠狠臭他们一顿 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 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 这种事不会只是个例 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什么呀 合同 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系的合同 我要签了呢 钱就马上打过来 而且还给我画名 你要是接这个 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谏责 小光 电话 喂 我是 你哪位啊 光影盛宴啊 马总 是是是 您说 您说 谢谢 谢谢鼓励 是 我知道那些 好本子啊 可以 明天下午是吧 到时候见 好 再见 不问问我怎么了吗 怎么了 马丽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让我去导我们这代儿女 兜兜转转来又回来了 太好了 柳爱花明啊 是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没吃饭吧 我给你做点吃的 来 我到北京 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 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 也不能说帮吧 事都是我惹出来的 算是弥补吧 郑娟去找我的时候 我刚好去了北京 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 我正准备过去看看 还没来得及 以郑娟的个性 但凡不是大事 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 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你怎么知道的 丙坤告诉你的 昨天跟丙坤聊天 我就觉得她有事 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他们需要多少 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六万 说是要买个小货车 她把驾照都拷下来了 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 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对不起啊 哥 比以前强多了 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我比以前我得多差呀 我比以前我得多差呀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 都是个性闹的 你现在进步了 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 都可以换位思考了 丙坤这事也是村人 晚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 咱尽力吧 能帮多少帮多少 其实丙坤啊 缺的不是钱 是精神支持 在监狱里复兴八年 他想尽快证明自己 重返社会生活 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丙坤 是可以让朋友 亲人依靠的丙坤 咱这个弟弟啊 比咱们斗中感情 这样吧 周蓉这边就算了吧 还欠着钱呢 我去见 不用了 哥 嫂子 我来想办法 回来了 回来了 哪儿来的呀 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借的呀 应急嘛 你证捐也是 你说这事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 仔细想想这两口子 比谁都要强 不错 杨妈 死期有点举定 丙坤要干点事 钱上得付一点 可听可保都不行 好 杨妈 你看我 sci-fi润雪月儿肯定了饭肯定了香港的精神问题 你配了吗 神经病了 你手机关机了 我用不习惯这玩意 这没开下去 罚了 干啥啊 拿着 哥也真是的 他过去的事了 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 咋告你了 你姐夫有钱 不用提他事 不是姐 拿着 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 走 赶紧回去吧 我去吧 兵宽 那嫂子 早啊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没开 用不习惯 钱给你借着了 给你给你送的 来 你给我撒 不用了 你看这有了 我姐刚走给这个 给了有了 拿着吧 我这都借来了 你拿着啥呀 这这用不上了 这都多了 就多 万一不够呢 就够了 够了 有了 行呗呢 这家伙事都齐全了 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 行吗 你们女的呢 就保洁 打扫卫生 我们男的就搬运装线 那你找着活呗 你看你怎么回事 遍你抓牌啊 不看大小王子 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 咱还插上嘴呢 看看啊 上午三家 下午三家 明天呢 那个你们女的 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 然后我们男的去旧家 给搬家遇下 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 行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啊 回家以后吃完下碗饭 咱们得写广告 咱得提广告的 要搬运那几个小区呢 我这才好点呢 咱呢 就往那儿贴 这广告呢 不要就写的字好看 但是咱一笔一环 写兴兴兴 那写啥呀 咱写 幸福保洁 行 幸福搬家保洁 幸福搬家保洁 对对对 这周旋 然后就写我名 留我电话 那写周先生 妈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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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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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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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行 走 走 四个澎湖区 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 第一 全面铺开 第二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的话 先从哪个区开始 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方案是什么 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 资金 精力 经验 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 投资小 稳妥 积了一定经验之后 再录一铺开 金土区最小 当区长 你说说 我倒是觉得 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光字片 那可比其他几个棚务区都大 住那么多人 太冒险了吧 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位置 金土区在市中心 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 公共汽车坐三占地 就是王家屯 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 现在光字片的改造 不是修修古古 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 重新规划 设计 那么拆了光字片 原来居民住哪儿 就必须得盖新楼 假设在王家屯盖楼 因为地理位置近 光字片的老百姓 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揚过去 可资金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 步步都是难关 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 让老百姓接受 自愿搬迁到王家屯 更难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周师傅 咋样啊 那莎宝杰来了吧 早就来了 你们这仨女的 干起活来 一个比一个实在 动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不应该的吗 那你上楼歇着 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走 好 那你慢慢搬 我去给你弄点水 谢谢大家 爸 妈 妈 你这 复年不解 你咋回来了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谁啊 出个线了 没有 你们的儿子 曹远方同志 入党了 在这个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里 这是光荣的事啊 你爸呀 写多少四十五党申请书了 也不给咱入 这不丙坤叔叔吗 这让他们也干成了 嗯 这啥事啊 就不能听你骂的 女人 头不长戒是短 我就说 得把钱借给人家 干不成也得借 那周炳毅 罗大官啊 市委书记监事长 你在那叨叨叨叨叨 叨叨啥呀 我哪知道周炳毅有一天 会回来担我们的父母官啊 我又没找钱后一眼 你就是 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 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你 你好 你烦不烦人 你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 你不也同意不借给丙坤吗 我说什么说好了 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 说我事大事小事全挺你的 我是个女人 头发长 见识短 走 走 要不咱们就当 不知道丙坤买车了 把钱送过去 就说这赖老色欠的账啊 还上了 你是不是傻呀 你说他大哥上神之前把钱送过去吧 还行 现在呢 你把钱借给他 人心里咋想呀 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 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到底啥意思 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 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 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炳逸 当这官吗 因为啊 他有成见的经验和能力 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 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进步说 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干啥呀 租房子 你嫂不让你住了 她能听见吗 你给她写呀 去 来 我给你写 你嫂不让你住了 我听我嫂子说 说现在咱们这医院 有那种高级助听器 叫啥人工耳窝啥的 万八块钱 要不咱们凑钱 进步弄去了 行 不是那意思 她说的那意思啊 那个她一个人在那住 住轩厂不合适 可不咋的嘛 输走了就她婶跟她不合适呗 那行呗 那就给她找个房子 租住住呗 你说那给她买那个 这那个治病不停戏那事 那以后咱干一次活 咱这大伙就 起点钱呗 咱每日出五十块钱 好 行 行 娟儿 您帮我垫五十 回头给你 行嘞 你干啥呀 这啥一句啊 收着 对 一致投人 一致投人 给 找五十 给她找五十 做领导工作的人 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 去解决问题 调查 并想事业还开 解决问题 更像一朝分裂 没有调查研究 是不能产生政治的具体政策的 下面请大家看一位 刚屡新职 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 集村市委公主 周比毅同志的现场采访 周收姐 您身为市委公主导 打算是怎样的 并且要调查研究 新职民众防护难 有些关系 想法还有问题 小姐 酒 你在家呀 好 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这位市政府 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 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 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 但是具体的可操作性 回货式的 你关了干吗 你又不看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实在不想看这些 省里宣传是好事 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 可我现在才刚开始 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 我能说什么 你不想看说关就关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好好好 以后我注意 你等一下 非这么不告诉我 电话里告诉你了 三个西肉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 从一点五增加到了三点二 我老胃溃疡了 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 忘说了 是很大的罪功吗 不是 都不是 您身居高位 工作忙责任重 除了工作 任何人任何事 您忘了都正常 跟我说东梅啊 我这次回来 发现你特别容易急 说话家强带旺的 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 领导 东梅 东梅 喂 老杨 北一 我这江辽卫视上 我看见你这采访了 有情提示一下啊 以后像这种场所 最好别带你下属 尤其是那种 可有几分自尊 这影响不好 人家丙毅 深圳不怕影子邪 谁说的 这深圳也怕影子邪 咱别人就不说了啊 你去说你这位置 多少人盯着呢 是吧 那还是得注意一下 对 那个 跟你汇报一下啊 今天呢 我就正式退休了 昨天谈了话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 欢送大会 市里领导都来了 对我这些年做的这个 工作成绩啊 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祝贺你啊 挂了 对了比一个 我们部门 又收到你以前兵团 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平稳着陆 老领导 老姚电话 她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 提醒我以后出境啊 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 我睡那屋去 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 你应该也是吧 这样挺好的 互不影响 东北 我回来后就开始忙 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 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 要上班 要照顾妈 妈走了以后 搬家 家里所有的事都靠你 一个女同志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你到底怎么了 啊 啊 我更温馨 想起 呱 纯漾 啥手指 纯彦来电话 说龚卫泽被抓起来了 确实是 不知道 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 那龚冰可咋整啊 纯彦说龚冰已经接去 给送香下去了 看来龚卫泽早就思想准备 对啊 反正说事不小 弄不好得判刑呢 挺好啊这是 可不嘛 至少对咱挺好 那回还 还给我两百块钱呢 你说这人咋的是贪污饭 咋了去吗 你 咋了 走 走 走 怎么了你 赵小云 这人干什么呀 我咋 你干什么呀 咋子 我都住多少年了 我说沈子你有意思吗 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人耍赖子 这是我的家 伪贱懂不懂 啥玩你房子 开门 这是我的家 搜索 给我躺 给我躺 快点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有话说多少手啊 冰冠 他要拆我们家房 你干啥啊 冰冠 说他家伪贱不合法 我给拆了 咋的 今天不合法 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 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 早也不敢说呀 他家上不有人吗 我上头有人 我要上头有人的话 敢抄他能美吗 上头有谁 龚维泽呀 正好 街坊视频都搁着呢 当年我们两家 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 对吧 你在场啊 我脑瓜台上给削了 龚维泽当年 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 才让他们家也扒了的 后来呢 又批译着他们家干什么 你这有啥话说的 你就说吧 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包 是不是有事啊 你瞎说啥呀 敢伤他姐家孩子多 没地方住 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他他不可怜我们 哪可怜你们 就是说龚维泽要在的话 就不敢罢是吧 那是必须的 我就是平头老百姓 敢跟上边对着干吗 脑瓜不然消除包了呀 那大行我就告诉你 余红后面后台 不是别人 不是龚维泽 是周炳坤 明白没 你别跟我这样 赶紧找人把这房子修好了 跟你先一样 差一点都不行 过来看我来检查 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我太欺负人了这人 行 你们赶紧把这房修好 我太欺负人了 行 我在这 咱就走 您这住得好 好 是 没事 咱就走 没事 这你有啥实力 你老干释放饭 说啥呀 没你给你撕个啥 狗帐人吃饭 不可以啊 你 怎么提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啥 我啥也没说 再给我说一遍 我啥也没说 不是 你是 你我啥也没说 这遍 你真的不是 你真是 我哪有啥呀 走 走 回家 行了 媳妇 你也是 你咋就成后台了 你这么说对哥印象多不好 我还没提哥名呀 你这倒挺好啊 对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 还有个面临的不是八房拆房中间的 好 阿姨姐 这 来 这 我这不就咋味着我 来 没吃过呀 这儿已经进了 咋 人家喜欢吃不行 说正事 姐 这是两万 那盛爷的粉丝会换 你给我算账是吧 不是 姐 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 是我们两口子借的 行 那你们跟我算账 我也跟你们算算账 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 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 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 你不是算账吗 那你都算清楚啊 人家月月深圳回来 跟我没说几句话 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 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 那你说值多少钱啊 你俩算算吧 给我个数 我还你们 那一码是一码的 说因为你俩回事啊 姐 小舅 小舅妈 要我说算了吧 毕竟亲姐弟的 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这孩子说啥呢 他能打起来 这还能打起来呢 还看上我给你俩带的礼物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们俩买的 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 很细色 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情给我小舅 你们俩带着出去 那就是情侣款 我俩都啥岁数了 还情侣款 那不嫌磕唆啊 行了 我这没场上带 你给那个 你小光叔叔 你不想要啊 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 这不合适吧 这黑孩子 咋的 你说不过人家 人家孩子懂事了 长大了 挣钱了 千里迢迢给你俩拜个礼物 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 周炳坤 啥子 收 我肯定收 高兴着呢 对不对 收下 假摩假摩 推一推嘛 是 我来 来来来来 行啊 基本 今儿钱给人放上 咋 今儿不用了 这啥那个包里头有一万块钱 我姐的 不用咋俩还了 我们商量呢 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锅了 那行啊 那一码归一码 说好了 这钱大伙凑过 你也钱 你也钱啊 我们钱 我们钱 安钱 咋拉倒吧 你一说不用钱 来 你看我欠勒勒 不是 你俩一码归一码 我这但凡富一点 这个钱我肯定出 因为我们家大刚 这从走了之后 就来了一封信 报了个平安 之后再没信了 这肯定是没混好啊 这要早混好了 早让让开了 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还得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 娟儿 红红 你们知道 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哎呀 谁家有点事 你都忙得张罗 知道你试热心肠 其实吧 这个我们也挺感谢坤的 还羡慕他 为啥呢 他有能力 能帮助他人 我跟你们说啊 都说助人为乐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 这四个字啊 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 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 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你呀 把嘴闭上 少说几句话 你马上你就快乐 喝水 这俩可我 行了 进步啊 这进步问咱呢 说咋了 都这么高兴 有钱了 我给你买儿窝 咋的 要哭吧你 要哭呢 好高兴的 能听见了 这么小的小把人 这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啊 我 毒窝 这是你窝点我的声音 你要把这声音记住 这是不是听不见呀 这声音太小了吧 大点声呢 你能 行行行 行了 你给他那么吓 你给他吓着了 他肯定好使得 不可能听不见 肯定是带着能听见 他说话 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别着急 是吧 进步 这么能听着说话 别着急啊 进步 好 妈妈来 姐姐 翘儿姐 洪姐 庆哥 哎 哎 坤儿姐 哎 炳坤哥 来 快点上门啊 来 咋的歇会儿啊 不行了 咋呀 不行了 我腰可能散了 来来 快快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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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慢点 慢点 没事吧 没事吧 吴健 好数点没啊 医生好数 这里只能留一个人 其他人都出去吧 医生马上过来 走吧 你 你俩别走啊 媳妇 你跟这段先出去吧 让坤留着行 我现在比坤在呢 放心 走了 走 有时候叫我啊 好 走吧 没事 来 我不能出医院 听大夫咋说啊 说啥呀 我不是交钱蛮促促吗 这病我吃的 我爸就这病 犯病了 回家躺那点没有事了 咱出院 您那也不用担心钱 金工厂堂被你报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 我出 这 这钱我有 腰头太亮了 还那么倔的 你还给我的钱 腰都废了 还那么倦呢 我今天去了趟波莱日化 还见到了向阳叔叔 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月月 得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 小舅还会开车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早了 小我禁书日腰间盘图书住院 挺严重的 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 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 我一句话的事 问题是 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我去跟他说 你说我说没区别 小舅这些人吧 自尊心特别强 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 施舍他 齐春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 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 不说是我这儿 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 他也见不着我 你也就不听话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 让你喝水喝水 那尿都是黄的 行 我知道了 你揉揉 这样行吗 嗯 你稍微轻点 我这都没用劲 哎呀 轻点 轻点 一天天的你看草木结冰 你看那书店呆过的 那草木结冰 你别跟着笑 你要不好好听话 这后半辈子去交在这个床上 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 死不消你啊 死不消 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笑 我笑啥呀 我都瘫床上了 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 你找我是你啊 哪都好 你就这张嘴 哎呀 不说话的时候 是多么温柔善良 怎么恶不恶意你俩 你要好了 我情愿逼足 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这真是温柔 你啊 好修啊 哎呦 郑阳来了 不是 坐坐坐坐 来 哎呦 还拿东西呢 别不不不坐坐坐坐坐坐 这咋回事啊 这就就就突然伤成这样了就 没咋回事 岁数大了呗 年轻那会儿 你说这么大木头 就说扛就扛起来 都不喘劲 那冰工厂时候 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行行行行 好汉不替当年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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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嘴 哎 你这个事 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 哎 管 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哎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这现在 国庆突然病倒了 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 所以 想请你帮个忙 咱那说事 咱们散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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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Lum它 Tsch 靳晓风 regeneration 到底是 store 鸟� Bridge 草木 会发芽 孩子会长大 憲iniz的茨益 岁月的列车 不为谁停下 命运的站台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人像雪花一样 飞横钢越融化 时间的苦啊 要离塞雨要下 时间的天啊 走多远都记得回家 平凡的我们 唱起屋檐之下 一放烟火 不管人时间多少 沧桑变化 祝你踏过前床了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漫漫漏去的时光 平踏步耳势慢慢讲 也祝你不忘少年羊 也无惧那百花苍苍 我们啊像种子一样 一生相遥 在这边土壤 在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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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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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里面